來了 曾志偉正聚 今天就有賺錢了 是 很高興 8號營業大廳紅通通一片 美股大漲超過200點 極力台股開盤攻上9100點 大部分股民對金鴻會主委增民中充滿信心 前幾天逢低沉接股民都笑得好開心 昨天美股跟歐股都有一定弧度的上漲 那早盤的雅股也都曾上漲趨勢 那我相信一些不確定因素消除之後 股市會回到該有的基本面 如果歐洲的問題能夠陸陸續續解決的話 或者是就是上漲點應該不是問題 買股票應該比方式會賺錢 所以就去借錢 而且利率很低 才2.5 甚至還有股民打算借錢買股票 股王大業光盤中大漲超過3% 電子全日股台積電也有將近3%的漲幅 台速四保等全值股全面攻高 而金融股也收惠 金管會打算開放大陸散戶來台買股 金融指數漲幅超過1% 基地大盤盤中大漲超過150點 現在的話我們大概認為 9300 9400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看到 那至於說會不會來到993這個前波高點的話 可能還是要看整個目前國際股市的一個變化 恰巧台股兩大天王台積電與大力光相繼 敲定15號召開法說會 尤其台積電2014年法說幾乎都成為台股重要轉折 7月11號台積電法說會後台股從9500點之上向下修正 10月16號台積電法說會之後 台股則從17號低點8512點重回9000點以上 就算他們有比較大的一個利多 可能在現行比較高的一個股價的位置 可能也不太容易大幅的反應 但是我們認為在整個資金行情的一個出勇的情況之下 在法說會之後 台股應該還是有機會往上走 專家看好台積電法說會後 台股將順行情多頭續長 國民有機會繼續在圓月領到紅包過個好年 記者綜合報導